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关于麦子商城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的实现 那么在上一节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了关于这个麦子商城的这个首页面的一个基本 这个登录页面啊,用户登录页面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这个在上一节呢,给大家具体的详细讲解了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 以及还有就是实际上它的一个前段的一个验证 那么我们本节呢,我们将在上一节技术上我们将来实现一个新的页面 就是我们的购物车页面 那么购物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课件 购物车呢,是几乎所有的这个电子内商城的必须啊,需要去实现的一个功能 OK,那么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效果呢,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麦子商城的一个效果图啊 那么首先呢,它从宏观上将中间呢,分成了两个部分 左边呢,是用户信息的一个列表 这个呢,我们之前呢,已经实现过了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列表的内容呢,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右边呢,这里是关于这个的一个基本的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呢,这里是关于我们这个列表 就是我们的购物车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列表 那这个数据的列表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PayPal的表格布局呢,来实现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页面 其实这个页面呢,相对来说还是算比较简单 因为真正我们现在需要去实现的就是左边 右边这一块的内容 而左边呢,这里呢,是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实现的方案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页面呢,稍微缩小一点 实现的方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从宏观上,要把它分为左右的两个部分 左边呢,用户列表信息 右边呢,是购物车的一个列表 然后,它的一个右边的一个实现的基本原理呢 我们可以采用DAV加Table的表格布局 然后这里面还要实现一个核心的一个基本功能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核心基本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的一个运算 那么这个怎么去计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是两件商品 这两件商品呢,这个数量是1,这个数量是2 那么这个数量,它这里呢,我们应该是更改到这个数量以后 点击这个以后 那么,或者说我们直接在这个里面 去修改这个数据以后呢 它将会对这个合计这里的数据进行一个运算 那这里单价是389元乘以2 那就应该是778元 那么再和这个上面的这个数据相加 然后得到一个总共的价格 那这个数据呢,也会写到这上边 这个是我们这一节呢,需要实现的一个基本的功能 当然这个我们这一节呢,主要需要实现的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界面的布局 那么这个核心计算的这个功能呢,我们会在下一节给大家实现 那这个功能,大家只要掌握好以后 那么像一般的像电子商城的一些这个网站 或者说这个关于这个会计类的一些这个系统 那么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了,我们呢,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页面 这个是login,是我们的登录页面 我们呢,在这个login的这个页面呢,找到 然后呢,Ctrl-C,Ctrl-V,复制一个 然后购物车,啊,购物车 那这里 我们随便呢,定一个啊,名称 那么这里呢,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是购物车页面 好了,那么这里呢 需要加上一个导航啊,下边有个导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购物 购物车 好,这个你的位置首页,然后购物车 然后这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这个是 我们上一节所讲的,这个是左边 然后这个DAV,把它去掉 这个去掉,这个去掉,OK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DAV 这个宽度呢,我们暂时呢 还是使用一个默认的啊,宽度 我们暂时不给它设,宽度 好了,这个DAV呢,现在呢 就这样的,我们呢 把这个页面呢,可以打开 这是登录的一个页面 在360当中进行浏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现在是这样的购物车 然后用信息这里呢,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之前设计的一个poster list 是我们的 这个产品的一个列表 这个页面里面呢,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直接,这段代码直接copy过来 因为CSS样式,我们前面都已经写好了的 OK 那比如说购物车里面呢 这里是几个 那这里呢,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是由程序员来进行数据绑定 我们现在只需要把样式呢 这里设计好就可以了 好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空白的页面 我们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结构呢 就给它搭建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根据咱们的这个效果图 好,我们要把这个商品名称 好,这里呢 要给它弄进去 好,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使用table表格不绝 我们看一下是几行几列呢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啊,七,这个是七列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要先放一个表格 表格布局 这个是涉及到啊 这个数据 我们一般呢 会使用的表格布局 上面呢是标题部分 我们呢 我们就用这个th来实现 七个,然后这里呢 复制七个就可以了 三个,下面四个 好 这是购物车的第一行 然后下边的第二行呢 我们可以呢 使用td标签 这是两个 OK,这是三个 这是六个了 啊,六个单元格 就是六列 好,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啊 给它定一个style样式 virus 嗯,我们干脆是这样吧 给它定一个id 然后我们在上边呢 统一通过css样式来进行定义 这个是购物 啊,这个list 啊,chart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定一个style的一个样式 type text OK 然后这个是根据它的id来定义的 所以呢 我们来定义id virus 比如说 95% OK OK 那么这个下边的td标 嗯,t 这里呢 有一个th标签 我们呢 可以给它加上一个背景 啊,背景图 啊,background url 找到images 这个文件 然后去找到一个 它对应的 这是三乘二十六个像素 然后它这里可以让它平铺 我们来看 没有其他的 这个是背景啊 这是一乘二十四个像素 OK 这六乘二十九 我们用这个 然后呢 这个td呢 我们给它定一个height 二十九个像素 9height 也是二十九个像素 好,我们这里呢 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注意了 我们呢 它会 中间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空白 那么我们实际上 也可以呢 让这个样式呢 写在第一行的tr标签当中 写在这个t 这个 我们把这个 写在第一行的tr标签 写在第一行的tr标签 我们这里呢 style OK 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一下 刷新 OK OK 那么现在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border border为lum OK 然后现在呢 我们先来把这个下面的内容先来弄好 然后后边呢 再来完善上面的内容 下边呢 这里是产品 产品 这个是把内容写进去 商品名称 单价 然后原 数量 把这些内容呢 给它加进去 产品名称 单价 原 数量 OK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还有呢 就是合计 也是原 类型 操作 合计 原 类型 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总共是 123456 这里是6 6列 然后这个操作这里呢 应该是合并 COSPAN2 合并一下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效果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呢 比如第一个 蓝色运动鞋 我们随便写个 蓝色运动鞋 运动鞋 然后随便 测试 测试 好了 然后这个价格 528 1 这个单价是 528 数量呢 是1 这个 合计呢 这个也应该是528 528.00 大家注意了 这个金额呢 我们一般是保留两位小数 这个类型呢 我们这里呢 有没有给它分 这个类型 这里呢 并没有给它设置类型 我们就用这个杠来替代 然后 这里面有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操作 这个操作这里呢 应该也是一个单元格 所以我们这里 干脆也直接使用 一个单元格里面呢 放两个按钮 OK 我们这里呢 放两个put typebutton input type button 然后第一个 我们来看 它应该是更改 更改数量 取消订购 这个我们应该写在value里面 value 更改数量 更改 数量 value 取消 订购 这是两个 OK 好了 那么这里呢 比如说这个 第二个是美迪 什么什么 看一下 美迪 电脑板 电压力锅 美迪 电脑板 电压力锅 然后数量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 389 38 这个只是一个测试啊 这个没有多大关系 这里是2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好 这个界面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界面结构 那么对于这个 style 里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text name central 就是让它去中 好了 好 去中 那这里呢 为了方便 我们可以呢 单独定制一个 这个 txt center 的一个 样式 OK 那么我们直接呢 在这个class当中呢 去使用这个样式 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 简单的方法 class central 也就是说 这个单元格 我们要给它使用这个样式 这个单元格一样的 使用这个样式 那么 现在数据 在数据 在程序开发的时候呢 那这里呢 它是下边的 这个是无线循环的 那这个我们暂时就不用管啊 那一般呢 它会使用这个前端的 这个 签套服务器端的代码来实现循环 或者呢 使用这个专门的数据列表空间啊 它会自动的实现这个数据的一个加载 哦 那这个呢 我们暂时啊 可以不用去管它 那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相应的一些 基本的啊 界面 先把它做出来 然后下边的共两件商品 然后总计为多少 你是什么什么啊 什么会员 那这个呢 应该是在 table的下边 我们再直接放一个dav 然后这个dav里面呢 我们就放什么呢 span标签就可以了 span标签 几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要放几个 这里呢 一个 两个 这是 看见没有 这个数据呢 是要重新 啊 数据来绑定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放八个 值半标签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OK 然后我们把相应的数据呢 填写进去 共几件商品 这里 共 二 OK 建 商品 这个呢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class 我们这里没有红色字体 我们呢 可以呢 在这里先给它写一个 这个 canner read 还有呢 这个fontweed 就是字体是否加粗 我们可以使用board 来对它进行加粗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这样的 好 我们再来继续 建商品 我们要把这个字等给它补齐 然后 总计 价格总计 多少多少元 这个是 价格 总计 我们来看看这个 917.00元 917.00元 这是红色字体 917.00元 那既然这里呢 有了这个红色字体的这个样式 我们为了 我们为了这个方便使用 我们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这儿呢 单组定一个 read 这个font 把这个字体呢 把这个字体呢 把这个字体呢的样式 专门定一个class 放进来 那么我们在这儿 使用到这个 可以的时候 class 分 font OK 这个一样的 红色的字体 然后这个过程呢 看起来比较的检索 比较麻烦 然后你是 下边呢 领 是什么 一般会员 我们看一下 这里还有什么 你是一般会员 然后 括号 不享受 这口 不享受 则可 也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 很多的 这个 商城啊 那为了 让我们的 这个用户呢 经常的在网上买东西 那么他会 把我们的会员呢 分为若干口等级 然后不同等级呢 他在优惠的时候 他是有不同 力度的优惠 就是折扣 那这也是一种 营销手段 好 那么有的同学呢 可以下来 借鉴一下 也可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刷新一下 然后把这个呢 向右靠起 然后这里呢 sell 放一个 然后text name central write ok 就这样的一个 效果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边还有哪些内容呢 还有一个就是 满500元 免命费 免这个运费 你的订单 可以这个免费 收获 那么这个呢 我们再在下边 加一个DV 然后里面 发一个span标签 相当于 这就是一个提示 满500元 可以免运费 ok 然后下边呢 我们再来放一个DV 然后这个DV呢 是放这个按钮的 把这个按钮呢 把它放进去 Ctrl C 放到这里面 然后 这三个都需要怎么样 都需要 向右靠起 这是其中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里面应该 给它修改一下 继续购物 现在结算 继续购物 现在 接算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 我们的页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就 实现了 差不多了 我们呢 在利用 css呢 对里面的一些 这个DV 来进行简单的 一个修饰 这个DV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DV 都是向右靠起 我们呢 因此呢 可以呢 给它专门 定制一个 class 也就是说 写一个class class 这个 购物 DV 那我们在上边呢 把这个 点 购物 DV 把这个内容呢 写到这里面来 向右靠起 并且呢 我们可以给它 定一个行高 比如说26个像素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样式 css样式 来进行复制 这三个DV呢 我们分别把它放到 这个css样式 把它放到class当中 来进行定义 往这里 好 刷新 好了 那么这里呢 这几个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如果在 其他页面 点了更多 那么它会在这个页面呢 就继续显示出来 继续显示出来 我们这里呢 把这个表格 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然后呢 这个之前的TH 这个样式 我们给它设置成Titer 成Titer 然后呢 把这个Titer的class样式呢 添加到我们这个TD标签当中 classTiter OK 另外一个就是 这里应该是放一个input 对啊 我这里呢 复制过来以后 这里要把它盖成TXT 然后Value呢 这里默认的 改成1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1 然后 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size size呢 比如说只放两个字符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呢 拿过来 把它改成2 这个呢 我们在下一节呢 就会详细给大家讲解 如何去实现 它的一个计算功能 就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效果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把这个 基本的这个界面 给大家设计出来了 那么大家下来可以呢 再详细的去看一下 怎么设计的 那实际上 宏观上 我们是通过表格 DLV 签它表格的方式 来实现 好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里面的CSS样式呢 大家下来自己呢 可以再看一下 其实都非常简单 然后下一边 这里呢 三个DLV 每一个DLV 里面都是用span标签呢 来进行设计的 包括CSS样式 也是我们这一节呢 实验的 好 下一节再见